在考古队员激动人心的呐喊中 一口漆黑的大型棺材 呈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这一让周围看热闹的群众惊诈半分 最后考古队员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座 规格相同的大木 关内出土无数珍贵文物和同格兵器 然而最令专家惊讶的是 这座男性牧主人竟然没有头 在接下来的发掘中 专家也一度认为他的身体就是项鱼 而另一座女性牧主人更是离奇诡异 只见关内尸骨漆黑一片 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难道他是中毒而亡的吗 这两座大木的主人到底是谁 他们之间到底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保持你的好奇心 两个关注 今天小鸡蛋已揭秘鹿安双目之谜 2011年4月3日 安徽省鲁安市经济开发区的一处建筑工地 提前修建一个大型的游乐场 其他挖掘机正在紧张地进行工作 然而就在挖掘机挖到地下10米深的时候 突然有个建筑人员发现了一场 泥土当中好像有什么坚硬的东西 阻碍了挖掘机的工作 而且挖出来的泥土也跟平常的不一样 因为此前在这附近发现了数百座古代木葬 所以经验丰富的建筑人员 立马就给陆安市文物部门打去电话 挂断电话以后 文物部门立马赶到了现场 经过专家的勘察 结果令他们十分惊喜 因为在这周围竟然发现了 两座南北病例 间隔不超过10米的墓葬 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检查 这两座墓葬图弹规格非常之高 而且距离之前发现的陆安王墓非常接近 由此说明 这两个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地位绝对非常之高 通过墓葬的规格和形式 专家初步推测 墓主人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人 最后考古人员将这两座古墓都进行了编号 分别命名为M566和M85 因为之前施工人员的挖掘 已经破坏了大墓的顶部 所以考古人员决定立即开始大墓的发掘工作 然而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发掘刚刚开始 考古人员就发现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当他们清理掉大墓上方的风土时 眼前一个硕大的盗洞出现了 难道这座大墓已经被人盗绝了吗 但是万幸的是 这个盗洞只向下挖掘了三米左右 并没有接触到墓中的光谷 这也让所有考古人员虚惊一场 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进行 两座墓室也逐渐地呈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经过考古队员对比发现 这两座墓葬面积上虽然大有不同 但是从规格和形式上看都非常相似 因此专家推测 两座墓主人之间很可能有着很大的关系 随后考古人员决定 先当面积较小的M566墓葬打开 但是在打开盖板之前 关过外面的一圈外藏果 引起了所有人的好奇 这些巨大的外藏果到底会有什么惊喜呢 考古队员一边借着发掘 一边在盖板之前不停地洒水宝石 这样可以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受到伤害 随着外藏果被考古队员打开 巨大的惊喜充满了每个人心中 这些外藏果中整齐地陈列着大量的陪葬品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使用海绵 一点一点地将里面渗透的地下水盛出 随即这些陪葬品也全部被完整地取出 各种精美的陶制品 铜器和漆木器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这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不暇接 紧接着就到了最关键的重头戏海关 把那个木板拿开了 把那木头拿开 把那木头拿开 恩惠省陆安市 发现两座战国古墓 一座墓主人尸骨 浑身漆黑 另一座墓主人居然没有头颅 由此专家推测 墓主人可能生前惨遭斩首 有人说他们是项羽和鱼鸡 那么他们死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母主人是否真的是项羽鱼鸡呢 随着考古人员揭开棺材上的盖板 五黑发亮的黑色内观 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内观的出现也说明了 这座大墓的规格比专家想象的还要高 看着周围看热闹的群众越来越多 环境也变得异常嘈杂 因此考古人员为了安全起见 商议决定将棺材运回晚西博物馆之后再座打开 而在开关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也被这具棺材彻底惊呆了 他们发现这具棺材居然有三层之多 其中内棺的棺材连接的也非常紧密 为了不破坏内棺的完整 考古队员只能使用木镯 一点一点的凿开棺板 随着棺材盖板慢慢的被打开 渗进棺材内部的地下水也不停的往外流 随着棺板被打开 首先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棺材浑浊的地下水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的将地下水排出之后 一具漆黑无比的女性尸骨 赫然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而尸骨的周围围绕着大量价值连城的玉器 不寻常的尸骨却引起了考古队员的疑惑 难道牧主人生前是被别人毒死的 于是专家决定从牧主人的陪葬品中寻找答案 而剩下的人则是回到挖掘现场 对另一座大墓进行发掘工作 在发掘过程中 考古人员发现 这座墓室的棺材和运回服务馆的棺材 除了大小不一样之外 同样都是由三部分组成 考古队员还是按照顺序 打开了棺材外圈的箱子 里面同样也有很多的珍贵陪葬品 除了各种制作精美的陶器铜器以外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大量各式各样的兵器 由此考古队员也推测 这座墓主人肯定是一名男性 最后考古人员将这些兵器全部清理干净 然而在清理的过程中 居然又出现了一个墓盒 上面雕刻着各式精美的花纹 等到考古人员仔细观察以后 才惊讶地发现 这竟然是一个剑侠 剑侠的出现让所有人都开始激动 都在憧憬着 里面躺着一把爵士神剑 随着剑侠被考古队员小心翼翼打开 一把制作精美的青铜宝剑 呈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肩柄上镶满了闪耀的绿宝石 做工十分惊喜 难道墓主人是战国时期的武将 为了进一步揭秘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考古人员决定打开棺材 一探究竟 外棺被打开之后 果然跟之前出土的棺材一样 里面是一具雾黑发亮的黑色内棺 整座棺材发亮犹如新的一般 棺材的顶部呈古形 底部呈方形 这样的设计也体现出古人对天原地方这一概念的理解 这也让考古队员重新对这座大幕刮目相看 但是令所有人惊讶的是 内棺外面居然还摆放着一坨麻绳 这些麻绳是两天多年前 人们在搬运棺材时遗留下来的 很可能是古人在调运棺材的过程中 由于棺材过于沉重 已是无法取出 只好将其割断 最后遗留在了棺材的底部 没想到历经了两千多年 这坨麻绳的纹路依旧清晰可见 随后考古人员立刻将棺果运回了博物馆 顺利运回博物馆之后 考古人员按照之前的顺序再次打开了棺杆 但是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 看傻了眼 棺果里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骨骸 随即 专家对这些散漏的尸骨进行了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这是一名男性 除此之外 这具棺材里面没有任何的陪葬品 最让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牧主人的头颅也不见了踪影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看着如此豪华的大墓之中 棺内却没有陪葬品呢 牧主人的头颅又去了哪里 而这两座墓葬又有哪些关联呢 他们到底在战国时期扮演着什么角色 所有的疑问不停地在专家脑海中浮现 为了解开这些秘密 考古队员对这两座墓葬出土的文物 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经过研究 专家又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这两座墓葬出土的文物 可以拼凑成五对 难道这两座墓主人 真的是一对夫妻吗 除此之外 专家还对这些文物的形质和样式上断定 这两座古墓的墓主人 应该是楚国人 那么他们到底在楚国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专家首先对无头尸骨 进行了详细的检测 结果发现 这些尸骨有大量的受伤痕迹 这也说明了 死者在生前应该是经历了一场战争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无头尸骨脖子的骨头中 发现了用来斩首贵族的兵器 因此 高古人员猜测 这具无头尸骨 应该是在战场上 被人砍下了头颅 敌军将头颅拿走 要供情赏 而尸首则是被手下带回 所以在内观中 才会不见头颅 而那座女主人漆黑的尸骨 也检测出了答案 并不是中毒身亡 而是因为人骨和多种陪葬品 长时间在水里浸泡 产生了化学反应 所以才会浑身漆黑 而且考古人员还通过高科技 还原了当时墓主人下葬时的场景 可见下葬时的这位贵族妇女 有多么的华丽 但是他们到底是楚国的什么人 到现在依旧没有头绪 这时有人大胆猜测 墓主人会不会是项羽和鱼鸡 虽然猜测的很有道理 但是还是没有实际的证据表明 专家也不能乱下结论 至于这座大墓主人的身份 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解开 你们觉得这里面埋葬的是 西楚八方项羽和鱼鸡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长按点赞给小季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